Jestin Lair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造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 本期的新闻要点有 达喇嘛尊者致寒慰问摩洛哥地震和利比亚洪灾民众 达喇嘛尊者悼念南非足路部落领袖迈格苏图布特莱奇亲王逝世 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关注西藏议题 达喇嘛尊人圆满结束对达兰萨拉周边藏人社区的参访行程 外交部长诺曾卓玛为新书《藏传佛教转世传统论文集》进行节目 驻北媒代表郎姐取诸 出席达喇嘛尊者图书馆和学习中心落成典礼 日本九大禅宗佛寺代表联署声明 谴责中共侵犯西藏人权 墨西哥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塞尔瓦多访问驻台湾办事处 驻台代表格桑兼参出席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拉喇嘛尊者 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拉喇嘛尊者 随即与本周一9月11日致函摩洛哥首相表达慰问 9月13日达拉喇嘛尊者也对利比亚发生的洪水灾害表示痛心 并且为了表达对利比亚和摩洛哥人民的深远 透过甘丹破章基金会为救援工作提供捐款 另外在霍西南非诸鲁部落领袖迈格苏图布特莱奇亲王不幸离世的恶行后 达拉喇嘛尊者于9月10日致函逝者家属和诸鲁部落民众表达哀悼 达拉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表示 布特莱奇是自己的好朋友 也是西藏人民的好朋友 感谢他生前对西藏事业的支持与关注 并向试者家人表示自己会为试者祈祷 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布索南丹培 于上周五9月8日致函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各国领导人 呼吁他们关注中国当局在西藏实施的强权高压政策 包括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 导致气候危机 西藏儿童被迫送入中国官方设立的寄宿学校 接受童话教育 并且在西藏各地开展大规模采集民众的基因样本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 藏人行政中央次政编八次人 于上周六9月9号访问了与达兰萨拉近郊的少命院 拜会了该次主持刚嘎秋楚忍波切 和副主持康瑟忍波切及森重后 圆满结束了此次对印北达兰萨拉周边藏人社区 为期四天的访问行程 此次的访问行程是在市政编八次人上任后不久做出的 既在他的任期内 对印度境内的所有藏人社区进行至少两次访问 以了解各藏人社区实际情况的承诺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森庄玛于9月14号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出版的藏传佛教转世传统论文及新书揭幕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蔡人在新书发布会上致辞 指出为了反驳和抵制中共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虚假宣传 出版和传播此类研究书记是很重要的 他表示 书中关于承认转世制度的文章 是基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信仰和传统 然而中国政府的主张完全是基于其政治利益 另外 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市郎杰斯佛学院于上周六9月8号 在伊萨卡为新落成的达赖喇嘛尊者图书馆和学习中心举行了落成典礼 应邀出席活动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取诸 在致辞时指出 达来喇嘛尊者自流亡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通过教育增强内在慈悲本性 而建立这一图书馆必将能够帮助推动这些理念 与此同时 日本九个禅宗佛寺组成的代表团 与近日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 向代表次汪交部阿若亚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 敦促中国停止侵犯西藏人权和打压宗教自由 代表团团长林水荣法师表示 中国对西藏宗教事务的持续干涉是不道德 也是所有佛教徒和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作为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佛教徒 我们有责任为西藏人民和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发声 代表团的成员们也表达了对西藏人民的深远 并表示中国干涉西藏的高僧转世制度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共产党不信仰宗教 对转世概念一无所知 他们表示愿意前往达兰塞拉 转达他们的支持和深远 另外墨西哥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塞尔瓦多卡罗卡布雷拉议员 于上周一9月4号访问台北期间 参访了藏人请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 并与驻台代表格桑兼参及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驻台代表格桑兼参和工作人员向来访的塞尔瓦多议员 介绍了驻台办事处的日常工作情况 台湾政府与民众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与关注 以及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 议员塞尔瓦多在交流期间表示 他将会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 并尽力在墨西哥议会和国际平台 推动和加大西藏议题的宣传 随后在办事处佛法导师 丹增南桌忍波切的带领下 塞尔瓦多议员参观了办事处的佛堂 并了解了办事处开展的各项宗教活动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 2023年台湾国际宗教自由峰会 于本月7号开始 为期两天在台北元山饭店举行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兼参 也受邀出席峰会 并在会上发言 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 和宗教信仰遭迫害的情况 台湾副总统赖庆德 立法院长尤希昆 国际宗教自由两位共同主席 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 吴润锁大使布朗贝克等各国议员 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 宗教团体的代表等上百名嘉宾出席了会议 驻台代表格桑兼参在第二天的会上发言时 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和宗教信仰遭打压的情况 代表孩童立法院长尤希昆 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日本众议院议员 龚泽博信等人士进行交流 并介绍西藏的宗教自由状况 和了解了各国的宗教自由情况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以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